所谓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 美国纠集极少数国家对日单独购合制造的非法无效的文件 该合约违反了1942年 联合国家宣言规定 即各签字国政府不得单独同敌国停战或购合 不符合国际法惯例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关于条约非金第三国同意 不得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的规定 所谓旧金山合约无权处置台湾主权归属 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主权权利和领土 不具有任何国际法的权利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郑重的声明 绝不承认的严正立场 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和法理依据不容挑战 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民进党当局任何歪曲事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徒谋 而图谋都是徒劳的 更不可能阻挡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